当然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地创新 不断地产业技术结构的调整 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遵循我们的比较优势 然后在遵循比较优势来创新 我觉得我们有两个领域具有优势 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收入水平 这当然已经很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的面坎 但是跟像美国、德国这些高收入国家 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有差距就代表我们在追赶 在追赶这些产业我们就有获来者优势 还有很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机会 那这样的创新成本相对低 风险相对少 另外就是新经济 我们有全世界配套最期前的产业 所以在新经济上面 我们有换到超车有史 那么从过去这些人来讲 我们在独角兽的适当上面 一直高级世界第一或是第二 所以在创新来推动技术创新 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上面 我们要利用好这两个优势 一个就是获来者优势 一个是泛道超出优势 如果能把这两个优势用好的话 按照比较优势来推动创新 那么就能够兼顾 这个协调 逆色 开放 共享 实现高质量华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